Hello,大家好,我是桂云 你们信信念念呢,卢比雷必喜 私人定制出货了 一共是六枚,除了三枚 还有三枚没做好 我自己的一枚呢,因为由于设计的原因呢 还没做好 这三枚呢,因为做的呢,款式呢 以前都做过,所以呢,做的特别快 这枚戒指呢,刚开始是我们 杭州的一位姐姐做的 这位美女呢,南京呢 她做的这个同款 她上一次就和我打招呼说,老板娘你来裸 是一定要给我留一颗,我要做这一款 她说,我特别喜欢这一款 这一款呢,就是非常的简单,重劲打造的 戒指比特别快,戴着手上呢 特别的舒服 还有一位这位美女呢,上次也是打了招呼 说,我也想做一枚 卢比莱的戒指,她做的这一枚呢 是王妃款,很经典的款式 也是非常舒服的 这两枚呢,好像都是不到五克拉的 基本上都是四点几克拉 我这个大雕椎呢,是十一克拉 应该是,这一枚雕椎的成品呢 是四万多,价位比较高 但是呢,今天出货了 很多人都说,太喜欢了 太漂亮了 巷嵌呢,就是非常就高大上 大专项呢,特别的漂亮 品质也是非常的高 这次呢,做了两枚孔区绿的 这次做了两枚黑珍珠的戒指 我们家本家姐姐和我们一个 美国的一个姐姐做的 她应该做了一副耳夹,美好 这位美女呢,是我们江苏的一位美女 前几天呢,给我发了一张 孙丰呢,连账总单 她和我最亲密的关系 因为我好像给她发了十几个快递的 孙丰,就是这位美女的 好,这个美后店给她发 好,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给你们看一下 这个年度总账单 发了13个包裹 她给我发了4个包裹 有的时候呢,她开好一件火 比方说两个 她选一个,发回了一个 要么呢,就是给我帮她穿东西啦 碧鱼项链,好像穿了一次碧鱼项链 我们先看一下这三枚卢比莱 这个款呢,是属于王菲款 我以前给我们家客户做了 戒指的蓝宝石和卢比莱 都做过这一款 这一款就是非常经典的款式 永不落实的 这一款呢,是我们家杭州的一个姐姐 她给我的款式 她这是他们当地商场试带的 完了,让我给她做了一枚这个款式 这个款呢,就是 我建议就是C数稍微大一点人带 她不想要那么晒 就是很低调的款式 而且手呢,手围稍微粗一点 她这个戒指比特别快 带起来舒服 这一款呢,就是我们家独家设计的 可以说你在外面没有装款了 即使她和我们做的这个款式差不多 但是她这个钻石的细节她没有 所以她排列不出来我们家这个款式 好,这是我们家设计师自己独家设计的 这一款非常漂亮 后期的做的几个吊椎 基本上都是这个同款的 上一次我做的那款是我们家锦州的姐姐入了 她那个要小一点,8克拉几 这个比较大,11点几克拉 她这个成品是4万多 这个呢,是我们家天津的姐姐入的 她也是我们家的一个老粉 我刚做网络的时候 她就在我们家买了一个手桌2万多 她这个给的圈口 她这圈口比较大 21的圈口 原来是14,15的 我们免费帮她给的 年底粉丝福利 其实正好这样给的圈口有好几百的 公费加金 我们免费帮她改的 也可以说是一个老粉福利 这是个耳环 上次的美女呢 工厂做错了 给她出了耳钉 后来呢 我们给她重新改了一下 这个是黑龙江的一位美女 她做的一位阿卡的耳钉 我们现在看看这两枚黑珍珠 这两枚黑珍珠呢 一个是我们家的本家姐姐的 一个是美国的两枚黑珍珠 需要的是同款 我们这次的黑珍珠珠光真的是特别的了解 做成非常的厚 这款呢 是紫色的耳钉 她上次做了一个戒指 这次又做了一副耳环 2000多成品 这是这个吊坠 这款呢 我们今年做的特别多 黄呢 白的 这次又做了一枚黑的 这是我给她选的款式 她有做我头像款 我没让她走 我做这款吧 这款比较时尚一点 很好看的 其实黑珍珠有的一点点虾 其实她不影响她的颜值的 珠光非常的好 特别的亮 这我的强光下都这么亮 真的是非常漂亮 所有的碧席呢 都有填充 唯独卢比雷没有填充 她的填充呢 是国家允许的 包括像绿色碧席 或者是奇瓜币 或者是黄币 包括组绒绿 它都是都有部分填充 像松石啦 松石比方说 你做蒸书的时候 下面被注部分填充 你能说的是假的吗 不能 因为是国家允许的 它不是说那种 全是假的填充的 那是不能的 比方说那 松石粉压制的 不是 那不行 那个就完全是纯假的 像现在的很多松石呢 都是部分填充的 它是整个原始剧地的 因为它的密度比较低 它在开采的时候呢 如果不填充 就全碎了 所以没有办法丢刻 或者是没有办法打成珠子 只有卢比雷 它是没有任何的填充的 像我们做蒸书 比较严谨的地方呢 它就会写 像有的比习 它就部分填充 尤其是手串和项链 它肯定底下备注部分填充 这都是正常情况下的 有的人一看部分填充 可能觉得就是假的 其实懂货的人都知道的 只有卢比雷 我们做蒸书的时候呢 它不会备注部分填充 因为它就是 这个属性据定它的 颜色非常的漂亮 很大气 晶体也非常的干净 那个 今年的裸食呢 就没有了 而且工厂也停止接待了 开春正月数 我们开始可以接待 到2023年呢 我们家的主营呢 会加一部分 比起在里面 尤其是卢比雷 或者是蓝宝 财宝这一系列呢 我肯定是要加一点点的 2023年新增了一个项目 那今天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贵云 继续点关注点赞 转发给你们的贵蜜们 你们一起相互交流 相互欣赏我们家的珠宝 拜拜明天见